以下做這種3D logo 怎麼做 用II加犀牛 這種效果 第一步是 用犀牛先做一個這種內體的 然後旋轉一下 再畫出線稿 裁切 再填射 我完整的操作一遍 零貨在犀牛裏邊 隨便新建一個 香阿森出一塊 把它複製一下 再複製一塊 現在這樣子就完成了 接著打開KeyShop 把它宣傳成這個角度 然後直接截圖 甜色可不甜 旋轉 旋轉 你可以旋轉到任何你想要的角度 然後截圖 接著在這裡邊 像這樣子 把線稿都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 把這多餘的線給它拆掉就可以了 我這邊用插件 拆得快一點 接著這個綠色的 也是一樣 把它邊線拆掉 接著這塊紅色的 可以 接著只要選這三塊就可以了 其它 群組解開 只要選這三塊 其它不要 翻選一下 刪除就可以了 接著這圓角大概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大概 大概移近一點 看得清楚一點 但我們已經可以了 接著這個綠色的 它們 Hmmm 我們要來 做這個綠色的 的 它們 有 也 有 有 像这样子就画完了 然后多复制一块 你可以单做是 备份 接着选取这一块 有用的部分 但是中间你缺少一块中心的 这个线 所以中心的这个线也是 大概画一下 每个点的中心位置画出一条线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接着把这个线延长吧 延长之后好切一点 延长我这边也是用快捷键插键 键键里又下载 接着只要许出有用的部分 比如说这一块到这 就可以用Safe的加M 像这样子 这一块是有用的 你把它取出来就可以了 接着这一块 有用的 你把它取出来 到这 这一块有用的部分 然后随便填充个颜色 然后随便填充个颜色 用A工具选择 其他不要的就 不会被选中 剪切走 Ctrl F 原位斩贴 接着就可以填色了 这边都是n'arn sBCR 这边都是n'n' 脱挥 鱿 G 原位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搓 接着就做厚度厚度就比较简单先选一块这个吧同时选两块复制一份复制在底层用这个箭头去选比较方便一点 接着你会发现这个不能盖在它上面所以这两块要把它放在最上层底部的放到上层接着先这个就更好解决了你只要随便拖一个垫把它放到这位置就可以了这样子这块就做完了 像这种超出的话收回去就行 这块就完成接着再做这一块也是两块一起选择 然后本着放到最上层 这边这块就搞定了 接着你会发现这边会有问题 其实你只要把里边这一块撕 这块不关因为等下会覆盖上去 像这种结构只要把这个点拖到它们先交的部分即可 这样子做的好处就是比较逼真 这样子做的好处就是比较逼真 星体结构一般没什么问题 最后一块就这个 复制一块也是放到底层 让这个快捷键把它移动一下 这块就没有问题上面这块就有问题 但是如果把它硬要拖到前面会破坏整体 因为它是最后一块 所以很简单把这个多复制一块 粘贴在上面 像这样的快捷键先切就可以 把这一块放到最顶层 这个就OK了 这块放在这里 这块放到一块 我会来看 帮助 接着就把这个投影给它弄出去 这个也很简单 比如这边随便复制一块出去 然后跟这一块对齐 它是不是就搞定了 把它放到最上层 接着就把这一块多复制一个 把它叠加上去 这边没用的删掉就可以了 删的时候用这个剪 它不会断线 接着让它去遮罩 这块就搞定了 放到跟它相同的地方 透明度给它稍微减低一点点就可以了 这一块也是一个洞 直接用这边来 接着用这一块做对齐 这一块就出来了 绳色就随便选一个绳色 给它一个深一点 接着它是用这一块去覆盖 你就把这一块多复制一个 翻到这三层 这边没用的一样删掉就可以了 用这个讲号删掉 这样子它的线还在 这个也是剪切走 放到这一块的上面 看起来加F 接着用叠加 把它透明度间低 这一步也搞定了 最后一步就是中间这个投影 很简单 去这三块 扶着重来 粘贴在原来位置 然后用这个间别 放在这中间选一下 把它群组 变成正片的 然后用这一块做对齐 它就对齐在这上面 接着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 因为它不是一个正元 所以 稍微调整一下 就OK 每一块都是这样子 这一块也是 一般都是这个对角 好 这样子就更逼真一点 颜色太重 后面自己旋转一下就可以了 好 选中 把它透明度间低 到40 或者没有40 太深的话自己就可以手动移动一下 这个就搞定了 接着解开所有的锁住把它群组一下 如果要调整颜色的话 如果要调整颜色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调 快速 全局 调整 比如饱和度啊 透明度啊 好吗 好吗 好吗